理发店老板丹尼尔·洛里亚诺表示 自己会开门营业是想要帮助员工 而现在他将再次关闭停业 原因是他的员工也受到罚款警告 他不能让他的员工承担损失 丹尼尔同时表示 在疫情期间自己和员工都处境艰难 没有收入的同时还要支付高额的账单 且抚养孩子和家庭 曼阿密明星理发师于果吉斯表示 自己非常的理解同行的绝望 他希望在重新开放时 可以确保自己和员工与顾客 都处于安全的环境中 还有曼阿密市长卡洛茨·西梅内茨 也对重新开放经济表达看法 他完全能理解这些从业人员的处境 并且希望能够尽快开放理发店和健身房 尽快为他们解决困境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